哈囉,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腿 這次影片我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改造獵豐哥布林的建議配點 一般來說大部分的玩家都會全部配給力量 因為改革是版本最強的物理寵物 而且春天也是最安全保守的配法 那我這邊只會推薦一種配點建議給大家 那就是體力、力量、速度、混點 因為改革的力量非常的優秀 但是體力跟速度方面稍嫌不足 春天是可以回天滅地的傷害 打不到人也是零而已 所以會建議體力、速度、分配各20點 剩下全部配給力量 因為本身體力、速度並沒有低到非常誇張 所以這樣的配點就足夠了 如果沒有分配適當的體力與速度 打亡的時候很容易死亡 攻擊很容易悔空 這樣就只是一隻傷害較高的煉弓寵物而已 而且煉弓方面我覺得魔寵的效率還要更好很多 以上就是我個人的看法啦 也歡迎大家留言補充分享自己的看法 那這部影片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請記得訂閱我 謝謝你 我是腿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感谢观看